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分解后营养物质相当丰富 磷元素含量超高 具体用法很简单 先在蟹爪栏离根部较远的盆边 借助棍子之类的工具 戳几个小洞 然后取肺油分别倒入其中 这种油脂可以当作缓湿肥 不过它的分解速度比缓湿肥还要慢 所以用量不能太多 而且半年内最好只用一次 否则会影响根系呼吸 还不如不用呢 想要如常用肥料般使用 需要先欧制 将肥油装在容器中 往里加入些橘子皮以及红糖 加快其发酵速度 腐疏后对水稀释80到100倍 然后给蟹爪兰浇灌 这种肥水肥效好 养根又醋花 唯一的缺点就是 欧制需要的时间比一般的自制肥更长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订阅关注哦 下期再见